手繡還有肩膀這邊的細節 都會讓它帶一點點歐式宮廷感 可是穿起來就是特別的有氣質 然後有氣勢 它一樣有做一點微微的腰身 歡迎回到我是星星 記得之前我分享年度最愛買的服飾品牌 那支影片受到很多室友的喜歡 然後大家也敲完我之後繼續拍穿的 所以這一集就誕生啦 影片上線的現在已經是2月了 也是算冬季的尾聲 那我想要來分享一下 在這個冬天這幾個月裡面 買到了哪些我自己覺得非常喜歡的單品 也分別介紹一下它們是來自哪些品牌 這次的衣服在這個冬季的出廠率 和搭配率都非常的高 那因為常常之前穿的東西 可能是已經不可考 或是買不到的就比較可惜 所以這次呢我有特別選 蠻多都是現在應該還買得到的 那如果買不到的話 你們也可以把品牌先記起來 明年冬季繼續留意 今天從衣服到配件 一共有超過20個單品要跟你們分享 那來公開之前呢 要先來感謝一下這集的 紅媽一樣是我們的 大家已經完全不默選了 那今天戴這一款呢 是我最近也是出廠率最高的項鍊 它最近是這裡真的做得很漂亮 之前在IG發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問我是在哪裡買 今天呢難得戴上了手鏈 這個手鏈是他們家的唷 他們不但品牌理念是永續 使用百分之百回收的K金製成他們的飾品 而且呢質感跟品質都非常的好 是你真的戴上好幾年也不會褪色亮度不減 如果你想要在合理的價格範圍內 買到非常高品質的飾品呢 就一定要試試看Ana Luisa 尤其在他們打折的時候買是最便宜的 那現在影片上線的時候 剛好是他們的情人節特惠活動 你們可以到下面資訊欄去找連結喔 好 那我們就波羅說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個品牌要介紹的是W Class Seto 因為我之前看Pitch的福袋開箱影片 就燒到我讓我今年決定我也要來買買看 所以我今年唯一選擇購買的就是他們家的福袋 然後我自己非常的滿意 我覺得非常的超值 沒有特別拍長影片 但是有拍一個Real Star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去看 那我身上的這件非常軟萌的這個藍色的毛毛的衣服 就是他們家的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衣服穿起來的那個氣質 因為我之前從來沒有試過這種超級毛的衣服 我這次第一次穿就非常喜歡 應該是這個福袋裡面我最喜歡的單品 可是呢 這一種真的是好容易掉毛 就是你穿一整天就會一直覺得毛在那邊飄來飄去 可是我自己覺得我有一件我還滿開心的 這個我裡面搭配這件黑色的吊帶裙 也是福袋裡面的商品 然後我覺得這一件的下擺垂度非常的好 但它滿薄的我覺得很適合台灣的中南部 薄透之餘呢裡面還是有一個內裡 所以也不用擔心曝光 後面綁帶都做得很好看 然後肩帶也是可以調節的 我覺得很適合裡面搭一些透膚內搭啊 或是像外面我直接套上這個可愛的毛衣 就非常的日系了 我拿來搭配這一套的帽子呢 是這個有蝴蝶結的貝雷帽 超級可愛 這個是一個KOL尾山跟咪咪圖種聯名的 我通常身上如果有黑色的單品的話 我的帽子就比較有可能會選黑色的 其實我自己已經有素色的黑色貝雷帽 為什麼我還是買了這個 就是因為它這個蝴蝶結超漂亮 戴上去之後你就會在這裡看到蝴蝶結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巧思 搭配起來就會覺得你有小心機的感覺 另外拿去搭配了我今年唯一有買的吊帶裙 這個吊帶裙呢是來自NICO M 我今天呢會介紹四樣在NICO M買到的單品 因為我前陣子趁它打折的時候逛 然後發現哇竟然有好幾個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滿意的東西 而且都大打折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一期出的吊帶類都滿好看的 我是萬中選一選了 這一個比較特別的材質 我覺得就是很像棉被的材質 你們看很像毛巾還是棉被 很厚 它拉鍊這邊有做藍色的撞色 很好看吧 像我今天裡面是搭這個毛衣 就會感覺上更女生一點 我有時候可能會搭一些像大學T啊 會搭配一些比較中性的上衣 這樣穿起來的話 其實就會又有點像小男孩風的感覺 搭配的這個帽子呢也是來自NICO M的 很可愛 而且它是男裝的帽子喔 我整個頭算是不小 所以有時候戴這種漁夫帽 反而會有點不好看 可是它這個剛好非常的寬大 所以就戴起來的那個帽型很好看 然後它外面這邊有做一點點翹翹的 又有一些撞色的民族風的圖案 我覺得很好看 那我這套背的是Mari Mako的水壺帶 因為很平常東西就不是很便宜嗎 可是他們最近很多水壺帶都在打折 它這裡很特別是 很像標籤梅絲對不對 但背起來我自己是覺得還滿好看的 然後上面有淡淡的花印 這邊也有一個刺繡的花的布章 它的繩子我覺得也很好看 比素色好看它可以調長度 這邊也可以調緊 你裡面就可以放水壺啊飲料啊 拿來放手機錢包也可以 今天我都是用同樣這些單品 一直反覆的搭配 就是順便讓你們看一下說 這些東西都不只是可以配成一套 它還可以搭配在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上面 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一樣繼續把W Classetto的 吊帶黑裙拿來搭配 另外一件我想要跟你們介紹的是這一個 紅色的上衣 它是這種洞洞透膚的針織 是來自之前也介紹好幾次的 Piche跟咪咪吐酒的聯名 那這次我其實又買了兩個紅色單品 那裡面我特別喜歡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呈現的氛圍 有很多種不同的感覺 像是我今天這樣子搭的話 就會比較日系一點 因為我裡面還有搭內搭 但是我之前其實有試過裡面 就是只穿背心然後直接穿它 就會又有一點點很女人味 小小性感的感覺 我在穿它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是離型身材嘛 所以我通常會加一個腰臉 我覺得這樣可以讓我身材比例好很多 整體看起來也更有造型感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前後差蠻多的呢 在福袋裡面我也特別喜歡的一件是這個 奶茶色的洋裝 這個是裡面最讓我驚喜的 因為剛剛這兩件都是他們有公開的商品 可是這件呢真的是我自己隨機拿到的 然後穿上身之後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跟我之前喜歡的一件奶茶色洋裝 其實有點像 手袖還有肩膀這邊的細節都會讓它 帶一點點歐式宮廷感 可是穿起來就是特別的有氣質 然後有氣勢 它一樣有做一點微微的腰身 所以就會讓我覺得比例看起來更好 然後它單穿就已經很好看了 外面竟然還有附一個 外罩的小背心 這個比較像是羽毛感的背心 然後它後面呢也是綁兩個蝴蝶結 超級細節 我覺得這一家真的是一點都不馬虎 它連後面這個可能大家覺得不是那麼重要的地方都做得很好看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呢套在這一件奶茶色的洋裝外面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那單穿可以 然後你也可以把這個洋裝再拿去搭配其他的單品 那我這邊搭配的是BeraBera今年我最喜歡的一個包款 之前有在貼文分享過 雖然是合作但我真的非常喜歡 也私底下很強背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BeraBera嘛 你們都知道 可是因為它很多包款其實真的蠻重的 不是我日常會拿出去用的 我會在比較特殊的場合才會背 可是它這一款可能有注重到這件事情 即便它的金屬還是做得非常的精緻跟有份量 可是它的皮質我覺得做得輕很多 所以它真的是連我日常去附近吃飯或是去買東西 我都完全不會覺得很負擔 如果你之前有買過他們家 或是很擔心真皮會太重的話 我覺得還蠻可以考慮這一個的 看似小小的但其實蠻能裝的 可以放得下 錢包 手機 口紅 鑰匙 衛生紙啊 它前面還有一個區域 這邊可以放悠遊卡啊一些比較扁的東西 那我們繼續看看Nicolian我還買了什麼 我買了這一個很讚很讚的褲子 這褲子我真的是要給你們大大大推 它總共有好幾個花色 然後我一共買了兩件 我很少很少會同一款東西買到兩個顏色 是因為我真的穿上去我很驚豔 而且我是跟我好朋友一起去逛的 那時候我們是各自逛各自去試穿 結果我們出來拿在手上決定要買的 正常是同一款褲子 它的材質啊 給你們看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它是比較像毛衣的材質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屁股比較大的話 應該就知道我們穿這種材質啊 基本上就是有點 因為它就是很容易會讓屁股那邊看起來很大 因為它可能比較貼又比較膨 然後結果我們兩個都覺得 在這個材質的褲子裡面 它真的算是板型做得非常厲害 它可以讓我們臀部那邊是順的下來 不會說有很明顯的一個 屁股往外凸夾胯寬的那個感覺 它的褲腳這邊又是稍微做一點點的微喇叭 所以整體腳看起來的感覺就是 比較顯長顯瘦 因為其實我的長褲啊 都是一些超級不保暖的材質 因為這種保暖材質就是 都會很顯胖 所以我都不敢買 像之前去日本啊 或是天氣真的太冷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穿什麼欸 對 我那時候一看到這個想說 天哪 就是遇到靈魂伴侶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忍不住去買兩個花色 拿另外一個花色給你們看 在哪裡啊 喔 在我腳上啦 我剛剛想說到底在哪裡 所以為了舒服就直接穿這件 你看 它這個是花花的 我一開始看到這個材質 覺得太可愛了 可是我覺得我一定 就是沒有辦法駕馭它 結果沒想到 竟然是可以讓我們這種 離型的人穿的 我真的覺得很驚豔 雖然說它真的比較不顯屁股啦 但我自己還是會想要 稍微蓋一下屁股 我上面呢 就會搭配比較長一點點的衣服 那我今天搭的這一件是 Morgan跟可口可惡聯名的大學T 我超級無敵愛這件 這個應該是我今天影片的前三名 也是我這個冬天拿到手之後 最常穿的一件 因為它真的是 保暖程度剛剛好 然後又非常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們有發我的話 就會發現我大學T 從來都不會買下面這裡 會很豎起來的 就是我一定要買它下擺 是有點鬆鬆寬寬的 就是不會貼在我的夾框寬上面 這件就是完全達到了這件事情 我甚至覺得它板型做得很好 側面它明明有點膨膨的 可是不顯胖 顏色我覺得也是很少見的這種淺綠色 然後跟可口可惡聯名的圖樣也是可愛的 其實我還有想要再去買 Morgan他們這個系列的其他件 因為我覺得有好幾件都非常的好看 你們也可以去買買看 因為我覺得價格也不算是非常貴 是滿值得可以買一件回家的 那我搭配的呢 一樣是我今年冬天最常背的包包之一 UNIQUO的C系列的這個側背包 它是皮質的 我覺得很特別 他們家本來就有個小的 比較很皺皺的那個塑膠材質 我自己不太愛那個材質 所以當初都沒有買 那我一看到同個形狀 然後稍微大一點 又是做這樣的皮 我覺得好好看 非常非常的好摸 然後裡面空間也滿大 因為我自己很常要背相機出門嘛 我覺得它就很適合讓我背一些器材啊 大小的我來講是很剛好 然後背在身上我覺得造型感也很足 加上呢這個顏色超級可愛 我愛死是這種淡淡的黃色 有一點點黃綠色的那種調色 我覺得很好看也很百搭 接著呢是我12月去京都蜜月的時候 買到最喜歡的一件衣服 就是這個KBF的紅色洋裝 在日本買真的是比台灣便宜很多 好像便宜1000多塊吧 所以我自己是買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回來也很喜歡穿 通常我買洋裝比較不會買完全沒有腰身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款它的版型也是一樣做得很好 就是雖然它沒有明顯的腰身 可是卻不會讓你覺得說整個人 就是很像懷孕還是什麼的 可能是因為它的領子這邊的設計 跟它的材質是比較有正式感的 他們家真的是很會很會做洋裝 就是都可以把那個版做得很好 它的手袖還有雙手這樣垂下來的腋下下面這一區 都做得很好看 它上面這裡是做今年很流行的那一種 一半的拉鍊加上領子 但是是做在養妝上很特別 然後我覺得它長度也夠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160幾公分的話 我覺得這件就蠻好的 再搭配上一樣是我在京都買的 Hungry的圍巾 這個圍巾呢我非常喜歡它的花紋 如果你們有關注日牌的話 就會發現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 這種撞色格子的毛毛圍巾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看到我自己非常喜歡的配色 然後那時候一看到這個既然是蛋黃色配咖啡色 就完全是我的菜啊 你們看這顏色是我的色巴 然後它這邊也是須須很可愛 所以我那時候就買了 雖然其實在台灣好像用到的時間沒有很多 我覺得在這麼素的洋裝上面 就是搭配有花紋的東西 滿可愛的 就比較可以跳出來的感覺 另外呢我在背上今年我表妹送我的禮物 這個Mari Mako的帆布袋 它真的超級會送的 因為我自己去買那個水壺袋的時候 我其實有逛到這一個 我很喜歡是 他們這一個款式的帆布袋 其實一直都滿有名的 有很多人會去日本代購或是去日本買 其實那天逛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橘色的花花就想說 這是為我而生的顏色欸 因為它一個就是3000多 我真的買不下去 所以我就沒有買 結果沒想到我表妹就送我當生日禮物 超級開心 你看像這樣搭配起來的話就會很有亮點 我覺得你就算沒有帶圍巾 你純粹穿陰素洋裝背它也很好看 然後它既可以有休閒感又有時尚感 除了這樣單穿 你知道這個洋裝還可以怎麼樣嗎 我們來把配件丟掉 放上剛剛Morgan跟可惡合理的那個大雪梯 直接套在外面再把林子翻出來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很好看的一種搭配方式 其實很像你在大雪梯下面配裙子 只是因為這個洋裝它剛好有林子 你可以拉出來 所以就會更有整體的搭配感 這樣穿也是一個冬天的多層次搭配 接著我們再拿回剛剛那個 NICO M的花花褲子 來搭配其他的大雪梯 冬天很喜歡的一個穿法 就是一直反覆用很寬鬆的大雪梯或是帽梯 然後去搭裙子啊 或是比較寬鬆的褲子 每年我穿帽梯在IG上面的詢問度 都絕對是最高的 我的帽梯呢幾乎都是來自平凡乙女日記 我之前很常穿的藍色那間就已經被問爆嘛 後來今年我自己又買了他們家新出的 三個橘子的淡黃色的帽梯 他們家每年的大雪梯跟帽梯都非常受歡迎 但是數量也很有限 真的是每次我介紹就是都已經賣完了 我也沒辦法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有喜歡的話 可以去follow他 那每年都會出新的款式 他們家的版型非常非常適合我們這種離型的女生 因為他下擺做的非常的寬 是我遇過最寬大的大雪梯跟帽梯 不知道怎麼找到這麼大的版型 可是卻又不會讓你覺得說好像在穿一個 不對size的東西或怎樣 不會就是你穿起來就會覺得是 反而是有種可愛感 我覺得如果你是去露營啊 或是去天氣更冷的地方 想要包頭的話 直接戴上帽子也很方便很可愛 那我們再背上這個GU的白色側背包 這已經是他們家的招牌了 有好多顏色跟材質 你們都可以去背背看 我覺得擁有一個真的蠻好的 因為它很實搭很實背 如果你想要更有休閒感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種背帶比較粗的 把它掛在身上就會感覺說 哇這個人今天就是真的很有一種 度假旅行的感覺 好啦那來到最後一件是這一個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花花連身背心 登登 你們看它這個花很像荷包蛋 超級可愛的 然後後面還有撞白色的邊邊 最棒的是 一樣是在我們毛衣材質很容易顯胖嘛 但是因為它真的做得超級寬鬆 所以你穿起來是絕對不會貼身體的 不管你屁股多大看不出來 我覺得保暖程度超級好耶 如果你是住北部的話 應該更適合有它 如果你想要比較鮮豔的感覺 你就可以像我之前拍影片的時候 搭這種黃色的內搭 就會更跳出來 或像我現在搭可能白色或是黑色的內裡 會感覺更成熟一點點 好啦那我們來到最後一件衣服 是來自GU的 也就是我裡面的這個內搭 你們剛剛看到每一件裡面 如果看到這種內搭的話 全部都是這一件 這個是GU他們家 好像才兩三百塊的一個 透膚的白色上衣 我自己還有買同款的黑色 然後我也有買比較厚一點的材質 條紋的啊什麼的 反正我現在有很多他們家的 透膚或是內搭上衣 然後我覺得價格都超級合理 因為真的很常穿 所以就再次在這邊推薦 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年冬天 穿到最喜歡的單品們 還有我想要推薦給你們明年也可以參考的品牌 希望你們看得開心 也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歡迎你在下面跟我分享 今天介紹我的單品裡面 哪一個你最喜歡覺得最好看呢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看我拍的穿搭主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建議我喔 那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最後也不要忘記 如果你情人節剛好想要送禮 或是自己想要買好視頻的話 可以到下面資訊欄找 Ana Luisa的連結跟資訊喔 拍完了 好累喔 今天還好冷喔 超適合拍動自己穿搭 掰掰 下次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